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祖寺卑大家好 有同學問說 常常生起那個厭惡心 討厭的心 除了起了厭惡心以外 他自己就會逃避 不要看到 流氓什麼不好不要看 氣死了 討厭 剛好我就跑掉了 他就選擇逃避的心 他說要如何去對峙 問顧問如何去對峙 當然顧問常常有起這個厭惡心 有逃避心 因為我們還是人 我們還在修行 還沒有成為活道 還沒有成活 成菩薩 正在努力 在走這個馬祖的聖道 代表我們還在走的過程 那過程當中 馬祖教我們魯氏道 在這裡我依照馬祖 在這麼多年的教育當中 對於對峙這種厭惡心的那種 憎恨心 討厭 這種情緒的處理 來跟你分享 在活教來講 就是忍辱 六度波濃密的忍辱 加殘定 所以忍辱 一切不平的地方 都有它的陰拱 你為什麼碰到一個討厭的人 他就在做討厭的事 惹你生氣 惹你厭惡 你很想離開這個人 逃避離開這個環境 比如說我上了計程車 味道上了以後臭死了 可能這位問蔣司機 好幾天沒洗澡 那便當河 什麼放在裡面 產生的味道 真的我們很受不了 那一上去 感覺很不好 那時候我又起了M惡心 趕快什麼 逃避 要下車 可是以佛家來講 就是忍辱 你遇到這個時候 要忍下來 然後產了一個因果 因果 想到為什麼是我坐上這輛車 而不是坐上一個乾淨的車 那是因為我的因 我造成了 那我就忍耐 忍耐 那你逃避下去 那你就多花錢 以後下來就做難料 都花錢 你就是忍耐 自己衡量自己可以忍耐 心不要平 就是心要平下來 不要不公平 氣得要死 氣死自己的身體 所以忍辱 要修 那忍辱呢 要修到 就是你到彼岸 你沒有應樂心 而且你快快樂樂 跟他聊天 跟他聊天 那 在道教呢 以後馬祖 就要有顆慈悲心 這個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因為呢 他沒有辦法回家洗打 他可能很辛苦的 非常忙碌賺錢 拼命要賺錢養家 所以沒有回家 那睡在那個什麼 車上 那車也出在這個特色上 那三四天沒洗澡 再有那個汗臭味 什麼 那我們用慈悲的心 那不要表現 那個 讓人家更痛苦 你要有幫人家 離苦得樂的心 笑笑 你也不要說 笑笑我要不做了 那這樣 你逃避了 那人家給人家不夠慈悲 那我們道家 我們馬祖講的 就是慈悲 就是慈悲 一定要有慈悲心 佛家就是有因有果 那要有同情的心 要忍辱 那忍下來 有因果嘛 那因為外界住幾個世界 有因才會搭上這輛車 對不對 那你要忍辱 然後禪定 那道家我們馬祖的來講 我們就幫人家離苦 什麼樣 不可以起那種 不好的表情 然後就逃避 跑掉了 那讓人家更難過 那我們用慈悲的心 沉默 回下 我們馬祖教的 那儒家呢 儒家就要學習 在人書當中要學習 那儒家就有可寫 要學習 儒家去處理自己的情緒 拿到學校啊 多學習啊 現代啊 多學啊 第一個 遇到事情 老師教了沒有呢 也就顧問團長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事情 遇到一些事情 不公平 不舒服 先不要起N2心 就起什麼 感性氣跟關心的心 這個車子為什麼那麼臭 我們叫感性氣啊 這推想啊 要關心啊 不要馬上表現 哇 討厭啊 怎麼那麼臭 那個N2心不要表現出來 而是你 出來的是一個關心 而且什麼 感性氣的心 接下來 你要進行什麼 瞭解跟諒解啊 你要瞭解啊 為什麼這個地方會 唱車會那麼臭啊 那這個人為什麼 那麼兇啊 或是怎麼樣 你要去了解 他為什麼會犯錯啊 他為什麼會 打破你的玻璃啊 或是你來不食王輩啊 做錯事情啊 為什麼 你要去問他啊 打聽啊 要去行問啊 所以要去了解跟諒解 所以第一個步驟 起關心感性氣的心 第二個呢 要去瞭解 去諒解 這個 看他穿衣服這樣子 真的好幾天沒洗澡 再來就是 尊重他 第三個你要尊重他 尊重他 就佔他他的立場 可能呢 要養家活口 錢賺不夠 拼命賺 這沒有回氣 出外的沒有回家 那他就是這樣 有一樣的苦衷啊 那你去了解諒解以後 你是尊重他 他永遠是對的 不要去說別人不對 現在你會起恩惡心 想逃避 都是因為你認為 這個環境 這個人 都是不對的 你不喜歡的 如果還過來 這個環境是對的 這種狀況 事件是對的 而且是可以同理心 去了解力量解的 而且這個人是 永遠是對的 那你絕對不會跟人 產生衝突 你也不會恩惡別 那第四個步驟 就是要幫助他 你要幫助他 那你這種狀況之下 你不是逃避啊 你上來還是坐車 然後可以親身的跟 關心的跟司機講 你好幾天都在車上吃東西 對不對 你也該去洗個澡 不是我們就這樣講 你也磕磕氣氣喔 你要休息一下 這樣太累了 找個地方睡個覺 洗個澡 出個包 對身體才好 你要想辦法去提醒他 用他能接受的一切 當你尊重他 他永遠是對的 你講話的一切 就是比較能對對方接受 這是在儒家 儒家就是在學校 跟老師寫的 所以我們的情緒管理 要學習 我們媽祖講求儒素 儒素道 儒素道 所以我們在修行當中 用佛家這種因果的觀念 我們在修行六度 波羅蜜 再來道家 我們馬祖 道家我們學習的馬祖的精神 就是儲悲 沉默微笑 那儒家在學校寫的 跟老師寫的 我們寫的 處理情緒的三個方法 第一個 起關心 感興趣的心 第二個 起要了解跟諒解 第三 要尊重他 他永遠是對的 第四個 想辦法去幫助他 那你的修行 就是像我們馬祖一樣 真的大慈大悲 阿彌陀佛 這次顧問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慈悲